市長,請跟您比較一下,就是昨天立法院正式國會執行修法三讀 但目前國中在院長說要提出負議案,那包括綠也要提出負議案,那您自己提出負議案 立法院國會改革法案的相關內容都說過,過去我在立法院擔任過兩屆立委 其實相關內容,過去民意黨的委員都有提案 那今天如果民意黨要用各種刑事或手段來阻擋或是反對當時他們自己提案的內容 我想都會接受民眾一一的檢驗 但目前,郭文貴總教也說要成立所謂的藍白的戰野特徵組,您自己的看法怎麼樣 因為他到底要怎麼樣來行使,會不會又被民意黨打說是可能國衛破權或等等 這個要再了解 市長,因為監察院昨天也發新聞稿,然後說這個是違反權力分立 那傅昆琦是反向說,其實監察院才是仇用肥皂的地方,然後找開肺 然後黃國昌也是來預告說,接下來的憲政改革要來被監察院市長,您的看法 民主國家的憲政體制,以及權力分立,還有監督制衡的機制 其實我相信都可以有完整的討論,以及通盤全面的思考 市長,前一王一傳在這個爭論節目上面有講到 就是說這個移動手機訊號定位,可以分析青島公路的群眾的年齡層 那市長覺得這個是有違反,以及說 那北市府跟今天也的合作是不是有可能拿到 所謂的性別或是年齡層的東西,那接下來會採什麼樣的作為 我昨天在議會備群的時候就有說過 台北市我們舉辦跨年活動,或者是台灣燈會 我們所掌握的,接收到的信令,都是經過去識別化 所以只會有人數、人次,這樣的數據 那一定不會涉及到個資 那今天如果是有掌握到民眾,他的社會行為 甚至政治傾向,以及甚至經過比對 還可以知道他參加過哪個活動,沒有參加哪些活動 我想這樣在民主國家,都是完全完全違反各自以及相關的意思 我認為是很不應該,只有違法的議論 市長,目前柯建民總召被檢舉在各會的休息室抽菸 那北市這邊會來調查跟開發? 昨天我們有接受到檢舉 所以相關單位就會進一步去被檢舉人以及收集相關的施政 那如果確實有違法,就會依法來開發 市長長有說到那個手機訊號的會向中央查見 台灣最新的介度 我想,關於這個部分,民眾都很關心 所以不只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也都應該要來證實 市長剛剛說有違法的疑慮 不過聽說這個侯市長跟盧市長都曾經有過 我相信至少我們所掌握的相關信令 都經過去識別化 所以大家了解台北熊明舉辦的跨年活動 或者是各項大型的晚會 包括像去年談論燈會 其實都是只有了解跟掌握整體的人數以及人次 市長 周刊爆料陳忠文在嚴押廷 還透過辯護人 向其他議員對小市府來施壓 現在也被質疑說還是繼續來關切這個案子 那你們自己有明確地有感受到這個東西 我再強調我們的態度跟立場非常的堅定 對於任何的不法我們一定是絕不寬待 依法追究 現在這個案子也都已經進入到檢調的調查當中 所以我們都是全力的來配合 是否態度我們堅定我們不為任何的壓力 我們就是站在市民的立場 為市民捍衛權益 市長 那個警察局長的人選 聽說是有跟內政部長來進行交換意見 是有共識了嗎 人選還是方樣名 昨天我在議會備詢的時候也有說過 在這裡也可以跟大家報告 我有告訴內政部 我希望的台北市警局長的人選 一定要有擔任過台北市警察局相關重要警政業務的職務 而且更重要一定要有交通的專才 也符合今年我們所訂定交通安全年這樣的目標 那同樣也希望能夠符合我們走動式官的精神 所以市長覺得方養寧當過交大隊長 他有交通專才 我想我們都已經很清楚表達我們屬於的人選 這部分我們就是這樣子 所以他一直擔任過中生意見本局長 他算是零星中最適合的人選嗎 我們都有將我們的立場 還有我們決定來告訴內政部 市長 早上的時候內政部長羅志芳就有說到 不知道說王毅川的這個資料到底從哪來的 那接下來會跟中央會來查這件事情嗎 大家都很關心 所以我想這件事情 不知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也都應該要來城市要來冷靜 市長問一下520之後啊 有包括賴清德的舊職演說 還有包括共軍服務台軍演 還有包括這次的國會改革 那蔡總統日前在臉書PO了一個蔡阿財的照片 然後他說阿財在掛念什麼 那市長覺得 是不是說好的蔡英文路線呢 市長覺得大體阿財很快 我想人民對於新政府有高的期待 也希望我們剛上任的國內格能夠傾聽民意 貼近基層而且照顧民生 我想這是符合所有民眾的期待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大家好 我是主播賴政凱 你知道膠原蛋白會隨著軟骨的退化而減少嗎 掌握增強行動力的密碼 35歲就是個關鍵 你想要軟Q軟Q的就要搞懂你的身體宇宙 雖然我常常寫錯字所以我叫錯別字 但挑選保健品倒是沒有錯過喔 一天兩包4D具有專利膠原蛋白增強行動力 跟我一起上山下海跑新聞 實際研德國專利膠原蛋白生態快點購 全台獨家販售 德國專利的原料進口 專利BCP生物活性 平均分子量3000道爾噸 小分子好吸收 重要的是重金屬 需要檢驗SGS檢測全都過關 品質把關有保障 成分單純0千加吃了超安心 無論你是飲法族還是運動健身族群都十分推薦 因為這不是要保養習慣從現在開始 90天的青春有感計劃 打造行動有感每一天 輸入推薦代碼還可以享有額外優惠喔 其他媽媽 楞重金屬 OUL